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讲的医院性的其他的损伤 这样是非常没必要的 所以我们建议患者一般在门子或者看了病人的时候 急诊看了病人我们都建议 如果是确诊了蓝胃炎 尽快尽早接受手术的一个治疗 而且有些蓝胃炎 为什么蓝胃炎的病人我们晚上 有时十一二点或者凌晨一两点都立即的手术 这样也避免一个病情的恶化 也是对患者的一个负责 但对于慢性蓝胃炎来说的话 因为慢性蓝胃炎可以反复多次发作 在这种情况下来 我们也建议患者 既然已经确诊了蓝胃炎 如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面 尽量的折起进行一个手术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很多患者 像小孩子他都是读书的时候 在实力最怕去高考的时候 或者是曾经在出差的时候 形成蓝胃炎 那时候就比较麻烦处理 比较棘手 所以建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实现允许的情况下 早点进行手术